4月13旅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主持例行记者会 有记者提问 11旅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接受采访说 中方在新冠疫情初期有些事该做却未做 比如没有第一时间允许国际专家来话 没有及时分享信息 没有真正的做到公开透明 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赵立坚表示 面对未知的病毒和突如其来的疫情 中国政府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采取了最硬核的防控措施 毫无保留的同各国分享防控诊疗经验 为各国争取了应对疫情的保护时间 中国抗议努力盖国起来四个尺 公开透明科学负责 反观美方盖国起来也是四个尺 甩锅推折污名化政治化 美方一些人一提起疫情就拿中国说事 这种做法极不道德极不负责任 中方绝不接受 赵立坚介绍 中方自去年1月3日起 就定期的向世界卫生组织 及时主动通报疫情信息 1月4日 中国疾控中心负责人 与美国疾控中心负责人通话 并介绍了疫情有关情况 世卫组织专家已经三次来话 同中方就包括数元研究在内的相关议题 沟通交流 对中方的开放和透明态度 均积了积极评价 赵立坚说你始终叫不醒装睡的人 美方一些人在意的并非是事实和真相 而是借疫情搞政治操弄 对中方搞污名化 国际社会对此看得是清清楚楚 我想问问美方 美国累计确诊病例超过3000万 死亡人数超过56万 分别是中国的300倍和110多倍 美国疫情应对可以说是一塌糊涂 惨痛失败 相比而言 中国看击疫情取得了重大的战略成果 我不知道美国个别政客从哪里来的底气和颜面 来标靶美式人权来批评中国的疫情应对 我还想问问美方 他们对美国的疫情吹哨了 朱海伦医生 布莱特博士 特罗哲尔建长 做了什么 对美的卫生官员 有关疫情时间线前移的线索 做何回应 对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德特里克堡疑点 做何解释 打算何时邀请世卫组织专家去美国开展书院 美方该如何的处理这些该做会做的事 该回答还没有回答的问题 请美方回答 湖北和武汉是去年这个时候刚刚过关 其实在我看来 武汉在2020年就是中国的一关 这一关过来就是蜕变 在党和国家的领导组织下 在湖北人民和武汉人民的英勇奋战下 在全国人民的共同支持下 湖北武汉人民交出了胜利的答卷 然而任谁都没想到武汉这一关 现在回头看 竟成了中国突破美国霸权的重要一关 本来美国想趁你病要你命 想借武汉疫情打压中国 切断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产业链联系 结果 让美国没想到的是 中国人民打了一场伟大的反击仗 用能力和实力快速过关 中国反而因此有了突破美国霸权的战略奇迹 为什么这么说呢 在我看来有三个原因 一 充分确认了中共领导的能力和中国综合国力 同时验证了全国上下一条心 在组织领导能力方面 中国共产党无疑全球第一 然而过去在全球范围内真正认可这一点的 大概只有中国和少部分国家 西方国家在中国面前依然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样 然而这次新冠疫情相当于给全世界的大考 而且是一张考卷 谁领导能力强一目了朗 中共全球第一物冤慧眼 事实和成绩说明一切 抗议的伟大胜利也充分证明了 中国的综合国力和运用国力的能力非常强大 这一点我们对比当下美国欧盟 这些发达国家的抗议结果极可一目了朗 事实证明中国综合国力已与美国非常接近 但我们运用综合国力的能力 却比美国为首的西方强大很多 更为重要的是 全国人民是上下同心 仗义之时 其中不但能够随时随地的了解一线战况 一身令下更能够立刻的执行到社区最末端的工作人员 甚至每个老百姓都会遵照执行 这种上下同心的力量太强大了 在我看来 无坚不摧 仗无不克 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国力 中共领导 中国人民 必能突破美国霸权事实也证明了 美国针对中国的霸权行径 在过去三年是快速衰竭了 连拜登最近都拍了桌子 抱怨美国将不再是世界领袖了 二 疫情加速全球政治经济秩序重铸 中国胜利成为世界安全与发展的后盾 2020年将是庚子年世界的转正年 中美的转世年是中国的新起点 世界发展的方向 开始发生重大方向性的调整 世界霸权将在十年到二十年内消失 中美博弈将出现转世 从过去美国优势转为双方军事 中美将由过去美国主攻中国属手 转变为互有攻守 中美阿拉斯加高层战略对话 及最近的博弈形势 就充分证明了这个观点 与此同时 中国不但是全球的安全与经济领情 更是全球抗议领导者 当今世界的抗议物资 绝大部分来自中国 能够给全球提供疫苗的 也只有中国 中国紧口罩 一年就出口了近三千亿支 这些都只证明 中国武汉抗议胜利后 就是家属重组家属蜕变 三武汉胜利 烂中国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 有了突破点 中国在2012年11月 提出了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 这确立了 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政治外交价值取向 然而过去几百年 西方的霸权主义 丛林法则 在全球的政治文化生活中 太根深蒂固了 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 要获得全球典可 至少需要具备两个条件 一是足够强大的国家实力 否则 国为言轻 既没人听 也没有法推进 二是足够的价值实践 中国过去 在全球的政治实践 是相对欠缺的 因此 中国提出了 人类命运共同体 要取信世界各国 需长期持续的现实实践 这是疫情在全球爆发 美国西方发达国家 是疫情重灾区 自保都困难 更别说帮助其他国家了 在这种背景下 中国基于自身国力 先是抗议胜利 接着给全球抗议提供支持 中国经济全球一支独秀 中国给全球八十多个国家提供疫苗 中国的折冷单单很好的实践了 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反观美国 号称世界领导者 就连口罩都生产不出来 连一支疫苗都不愿意对外援助 这种不负责任的霸权态度 与中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天然质别 在3月18日 阿拉斯加举行的中美战略对话会上 杨洁篪主任王毅外长对美方代表说 你们在中国面前没有这个说 你们从实力地位出发 同中国谈话 美方干涉中国内政的这个老毛病 要改一改了 中国对美腰杆如此强硬 就是因为我们赢得了这场抗议战 证明了我们的实力 历史选择武汉 让武汉成了中国突破美国霸权的新起点 也是和湖北人民 武汉人民英勇抗议分不开的 所以 有时候历史的选择就代表着国有 当历史 把使命交给湖北人民和武汉人民时 他们没有掉链子 交出了胜利的答卷 那么 未来的武汉又将会怎么样呢 武汉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城市 历史非常悠久 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是兵家必争的重镇 近代以来 更与中国的命运密不可分 中国结束分建统治 第一枪就是从武汉打响 武昌起义是推导分建王朝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 湖北武汉还是中共重要的发祥地 民国时期的重要政治中心 当下的武汉 最大优势是区位优势 湖北武汉是中国地理上的中心 从物流人流视角看 武汉到全国任何一个地方都非常的方便高效 也正是基于此顺分把全国物流中心建立在了紧贴武汉的恶州市 所以从发展的趋势看 武汉就是中部的中心城市 武汉本来就是中国的重要的工业基地 工业与科技在服务新时代的商业发展 武汉必将成为中国中部核心城市 所以武汉是值得来投资和发展的城市 外交部马上要向全球推介湖北推介武汉了 作为生活不能够让外国人占了先机 武汉的国人占了先机